近日,一趟满载50车货物的中欧班列从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西安国际港站驶出,经阿拉山口口岸出境,一路向西驶向德国杜伊斯堡,这标志着全国首趟境内外全程十克表中欧班列顺利开行。 经内外全程十克表中欧班列私自,由转车站到总电站所运行先路上的所有车站都固定了到达和处法事件,意义在于右销地建设了基础作业站和欢庄站的无销作业事件,右销地提升了中欧班列运速的私销。 据了解,从中国到欧洲国家,中欧班列要经过不同国家不同轨距的铁路,经内外全程十克表中欧班列开行后,通过各轨距断铁路班列十克表的接续,可有效控制中欧班列各环节作业时间,提升中欧班列全程开行质量和中欧班列的市场竞争力。 港凯斯的运速品类单一,主要是钻镜设备等,法站到现在,从日用百货到细衣级,汽车配件等日常生活用品,可以说品类基本全覆盖。 据统计,自2013年首趟中欧班列先开行以来, 到2022年10月已累计开行14,900余列。 目前,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常态化开行中欧班列国际线路17条, 基本实现中亚、南亚、西亚及欧洲地区主要货源地的全覆盖。 中欧班列的开行量、重装率、货运量等核心指标稳居全国前列, 初步构建起了内陆地区效率高、成本低、服务优的国际贸易通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